有一些死屍啊 有人屍體埋了整理 把他挖起來 把這些雜草蟲生的草挖掉 經濟挖掉 然後呢 把這個地清理乾淨 有沒有罪 有沒有罪 沒有罪 是無罪的何一故 他說因為這些異產體眾生 婆羅門乃至無有性的這些眾生 雖殺不弱地獄 這什麼意思 你就說我是怎麼樣 我是除惡眾生 聽懂嗎 ok 就這樣講好了 我是一個怪子手 我殺了那個殺了 一個殺了五百人 我殺他 我殺他 我有沒有重罪 但是這裡有一條很重要 我雖躲其滅 我用什麼 我有沒有惡心 我無惡心 我而且我是用 我做這樣的動作是叫什麼 用善方便 就好像那個美國的校園 那個學生發了狂 拿了槍 打死了教授 打死了什麼 警察看到 把他殺了 那個警察有沒有罪 有沒有罪 沒有罪 但是那個警察不是說 好極了 那個人正是我想殺的人 打一個正著 假工技師把他殺了 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有沒有惡心 你有沒有惡心 你沒有惡心 就好像說 這裡經濟漫草 會影響好的稻核 廟核的成長 我把雜草除去 是為了讓更多好的善種 好的那個種子 能夠發芽的 菩提善種可以發芽的 聽懂嗎 這裡面要很小心很小心 除 意思說他有一個思想說 一產蹄 一產蹄 除掉一產蹄 把一產蹄這樣的眾生給除掉 菩薩發大悲心 有沒有罪 有沒有罪 沒有罪 但是佛陀也戒殺 下殺都不可以 中殺不可以 上殺也不可以 聽懂的意思嗎 意思說一產蹄這樣的眾生 是一個 不過我覺得這個話 還是最好不要去 不要原理去執行 不要原理去執行 他只是佛陀講說 一產蹄眾生是一個 很糟糕的 這個在這個 到了犯行蹄 竟然是這樣子的 然後在477頁也是一樣的 什麼叫一產蹄眾生呢 我馬上可以要進入我們 我們給你的那個講義了 在477頁呢 我所謂也一樣在這個 犯蹄蹄裡面提到 注意這裡什麼叫一產蹄 很明確地定義出來 一產蹄注意聽第一個 不信英國 什麼叫一產蹄 不信英國的叫一產蹄 第二 一產蹄是沒有慚愧 無有慚愧 第三 一產蹄不信夜報 沒有英國不信夜報 第三 再來一產蹄不見現在 過去未來 不見三次 有過去是嗎 有未來嗎 有什麼未來 死了都死了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做過沒關係 死了一兩百人 這叫做邪命外道斷見 斷面空 不知慚愧 再來一產蹄 再來一產蹄是不清善有 不能隨著佛所所說的教戒 教法跟戒律 無作非為 這叫什麼 這些人都叫做一產蹄 一產蹄是諸佛世尊所不能治 諸佛世尊說諸佛菩薩沒有辦法治療的 就好像死屍 人死了那個屍體一生能治嗎 醫生能起死為生嗎 所以一產蹄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諸佛世尊所不能治 好一產蹄我們再把它歸納 一產蹄什麼叫一產蹄 第一個不信英國 再來不知慚愧 不信夜報 不見現在起未來事 不清善有 不隨諸佛的教戒 佛所教我們的一些教戒 一產蹄是諸佛所不能治療的 就好像死屍死去的人 這個叫什麼 一產蹄 這是佛世尊所講一產蹄的不信 所以一產蹄不信不聞 一產蹄不能觀 一產蹄不得意語 一產蹄不信三寶 一產蹄是什麼 是斷善根 斷善根 好 毀謀滅涅盤經的 毀謀大涅盤經的俄羅漢 佛所說 這個也是不可治的一產蹄 對佛法沒有信根的婆羅門 佛所說 這個也叫一產蹄 我在猜 剛剛那個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老師那個時候有大勝是誰 可能 可能 當時就有一群人說大勝非佛說 所以 涅槃經可能要對這個說 匪謀大勝法的嚴重性 所以提出很多地方都在對大勝佛法的一個信心 不能匪謀大勝 所以涅槃經這裡那裡的一再一再的強調 強調 OK 現在對一個一產蹄有沒有一個概念 一產蹄 好 前面的六瓶說一產蹄 一產蹄是不可能的 後面這個中瓶一產蹄 請各位看那個講義的 講義的第二 叫做 代王一產蹄分為兩種 第一 第一個叫做 現在善根 得現在善根 得後世善根 如來知道一產蹄被 所以能夠現在得善根者 則為說法 為後代後世能得善根也為他說法 所以現在雖然無意為他做後世因 所以一產佛陀要為一產蹄說法要 聽懂嗎 一產蹄的人有一種說 現在有善根 也許是後未來才得善根 所以佛陀要正論念完不是講嗎 我該度的眾生是不是都度盡 為度眾生留下 未來得度姻緣 所以佛法不怕熏息 你也許坐在這裡的時候聽得不撒撒 聽得一頭無水 沒關係 現在不能得度 有一點 有一點未來得度種子 是不是叫後得後世 得後世三根 所以佛陀才能善根 現在能等的人 現在為他說法 後世也為他說法 所以現在雖然無意 現在暫時不能得到生長 種一些種子 做為後世因 所以如來才要為一產蹄 演說佛法 看喔 剛才回到前面 誰才能夠救一產蹄 為佛能救 有沒有 佛有沒有放棄一產蹄 沒有 這次不能 沒關係 就來勢得度法 我們想起一個故事 佛羅不是有一天在對弟子們上課嗎 外面瓦啦瓦啦叫一個罪漢 我要出家 我要出家 佛羅說趕快把他抓來剃了頭 那個罪漢醒來之後 我的頭髮呢 說誰呢 大豬大魚 把我頭髮給剃了呢 誰說我要出家呢 誰說那個啊 就是這樣 我才不要出家呢 結果出去了 弟子們就怪佛陀 哎呀佛陀 你這個度人心切也不要這樣 你看這樣讓生本多沒面子啊 那個人 他沒有真心要出家 他剃了頭 然後又出去了 佛羅說這個人含了510要出家 都沒成功 好不容易逮到一個他酒醉的母 沒有清醒的時候 趕快給他剃個頭 給他做一下未來得度語言 所以去來大學幾個同學去短期出家 你們是喝醉了酒去的嗎 沒有 你們是真正發心的 胡王山的在座的大家 真正發我父親上山了 這一生不能夠一生總報完成 沒關係 所有一切的身口一三葉的一個努力學 都是種一些未來種子 是不是 有些是你現世報 現在就發了 來世成果 都沒關係 這裡他說一產題又有兩種 一個是利根的一產題 一個叫中根一產題 利根的一產題是現世能得善根 中根是後世能得 諸佛世尊不空說法 可見佛陀老人家呀 多麼的老佛心切 要我們有的老師 有的老師 有的父母 有的師長 跟你講老半天不聽算了 我幹嘛呀 幹嘛 不講了 所以佛的慈悲無限 眾生的頑強也可見 可見一般 不斷的 所以不空說法 他原論求現成 也不求素成 只問真的叫只問更云 不問收貨 我們現在講的很多話 都是現成話 只問更云 不問收貨 我就這樣 我只做我該做的 至於你眾生怎麼樣 自有得度因緣 是不是 你是不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出諸佛菩薩 在度眾是不是很強勢 強者 那種信心 信心滿滿 好 在這個地方 已經慢慢長 異產堤雖然頑強 慢慢已經說佛要度他 有沒有 相信 相信他 有沒有得度的一天 所以這時候已經鬆動了 不像前面那個六品 斬釘節節說 異產堤能不能成佛 不講 好 這是第二個 好 那麼 也就是說 異產堤能不能生善 這個品是 歐祖世王跟齊婆 齊婆兩個人的對答 透過齊婆的口中 對歐祖世王說 異產堤是有分現在 現在得現在善根 跟得未後世善根 不管你是現在或是後世 都有的人 所謂已經未異產堤 斷善根的異產堤 能不能成佛 是不是開了一扇窗 就等到第三階段 異產堤能不能成佛的問題的解決 到來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文裡面 來你看那個講義給各位同學講義的低端 他講涅槃叫解脫 解脫呢 解釋很多很多解脫 解脫叫做虛極無有不定 他說不定的 剛剛不是講不定嗎 不決定 不確定的 異產堤 如果異產堤是究竟不宜 什麼叫異產堤 永遠是異產堤 叫做究竟不宜 反正我壞我永遠是壞 我就是壞 你父母認為我壞 老師師長師父認為我壞 我就壞道理給你看 究竟不宜 我永遠是異產堤 那麼犯重盡者 不成佛道 無有是處 因此 如果人以佛的正法中 正法中得心得盡性 便得滅異產堤 好了 異產堤可以滅嗎 能不能滅 你看這段話是不是告訴我們 異產堤有沒有改變了一天 可以改變 只要從佛的正法當中得到什麼 親近的信仰 得什麼 得盡性 所以我們能不能改變異產堤的命運 能不能 能 不會永遠是異產堤 了解嗎 換句話說要不要自暴自棄 不要自暴自棄 我永遠就這麼差 我就是IQ這麼那個 藏住關愛的眼神 老師關愛的眼神 永遠不會飄來什麼關係 我自己可不可以去改變異產堤命運 那個機運 因緣能不能 你讀佛經讀老天 你會不會 我覺得讀佛學最好就是 你會充滿自信 你會不會充滿自信 我現在雖然是一產堤 我現在雖然沒有得現次的 現在就剛才講那個兩種善根 雖然未得現在善根 但是我是不是有後世善根 所以你要不要自暴自棄 我告訴各位同學 只要你自己不自我放逐 什麼人都放逐不了你 放逐聽得懂嗎 古時候的人 皇帝對大神做的罪話 就是把他幹嘛 貶責流放 把你流放的 把你扁到哪裡 扁到天邊太好了 海角娛樂園 我剛好在那裡逍遙 啊 比如說地球的那個 最最最最最最南極 好啊 可以去看北極看熊啊 企鵝啊 也很好啊 只要你不自我放逐 誰都放逐不了你 懂了沒有 你把自己從哪裡放逐 你不能把自己 從佛法真理之外放逐掉啊 嗯 所以這天下最重要的信是什麼 自信找回對自我的信仰 自我的信仰從哪裡長 你可以從佛法來啊 我從佛法上建立我對 我最真理的信仰 所以真正學佛的人 對佛法深刻體驗 你是不是很有自信 你真的走在路上有風的 無風聽的那種嗎 明白嗎 當然我不是叫你趾高氣啊 很高傲的 很有自信啊 我長160公分有什麼了不起 你只不過長得比我長一點 是不是就人格的高尚是不是一樣啊 你長得比我好看 你鼻子高一公分有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真正的自信要從哪裡 從這裡找回來 那絕對不是共高我慢 一場體 我現在雖然是一場體的眾生 我也不會永遠是一場體 一場體能不能轉能不能改變 所以我選給我的 我個人的一個體能就是 你讓你實為自信心 你很有信心的 我不知道這樣的課 我都不是我講都是佛說的 都無所 這就叫大秤 你以為什麼叫大秤 大秤就是給人利益的 自己我也是眾生之一啊 我給我自己信心 是不是 這也是大秤 好 我們會發現 裂盤金很有意思 他自己本身也在做一個進步發展 是不是 從剛開始的一場體完蛋了 好像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人跟人之間 把人家對方判無期徒刑 非常的殘忍 非常的可惡 你永遠是很差勁的 不見得不見得 一場體都有嫌疑翻身的機會 沒有人永遠是那麼壞的 好 下面我們看這個 有一個說什麼叫一場體 也是這個德王菩薩問篇 你看這裡在各位講 善男子什麼叫一場體 他這裡解釋 一場您性 提您的一生 就是一場 一場叫什麼性 提叫什麼不具 所以一場體是不具性 不具有 就是說佛性非性 眾生非具 所以不具故 也就是說不具有性根 不具有信仰信心的眾生 就叫什麼 一場體 剛才講對什麼不信 對三寶 不信禮國 不信善事 不信善之事 你看就是不信 所以我怎麼樣跳多一場體的一個種類 我今天建立什麼東西啊 建立 建立信心 我很有信心 我們現在台灣最大的危機就是不信了 我對這個國土不信心 我對這個政府沒有信心 一個人最大的危機就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所以把自己殺了 我是誰啊 我的生命意義在哪裡 完蛋了 不信 一個國家民族最大的危機就是不信 我懷疑他 整個人之間我對他起信 夫妻朋友之間 懷疑 疑心 你怎麼都可以 你不可以對自己產生懷疑 所以 因而可斷 一場體叫無常善 體叫不具 因為以無常善不具主故 所以叫一場體 所以佛性是常 非善非不善 這是又是這樣解釋 善來要從方便而得 而是佛性非方便 事故非善 又善來生已得故 而佛性是非生 他這裡是要強調 佛性是超越這些的 好這叫解釋這個一場體 一場體就是無性眾生 不性的 不性的眾生 好現在我們來看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說 怎麼樣變成一場體的眾生 從不能成活 到了獅子喉品 到了佳色品 怎麼變成是一個 有活性的可以成活的呢 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十四門可能要去吃飯 OK 你們去吧 你們去吃嗎 那個西蘭大學學長 我們去幾十分鐘 你們要去過堂嗎 你們不吃飯嗎 總部的時候叫皮膚灌點 不過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很過癮 所以各位不讀佛金 不知人生富貴 人生太富有了 去爭什麼呀 藏金都在那裡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看過來看過來 要讀書 這就是師父大師長要讀書 閱讀就是一種力量 是一種財富 這是很平等的 很平等的 那個股票啊 那個拿得去的東西 都是生外之物 那種喜悅都是暫時的 好 你們不必掛一段 我